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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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星學計畫頻道 今天我們來到英國南部 Royal School Hazel Mare Royal School Hazel Mare的特點 就是他們是一間非常小的學校 包括了中學 也只有200人左右 接下來我們就會看看他們的宿舍 就是怎樣了 他們在7時 有一個職業員 有一個小孩 在男生的部門 我們在男生的部門 在女生的部門 在男生的部門 但我們有一個部門 在男生的部門 去確保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很不靠近 跟年輕人的部門 而且我們在晚上 在那裡 不說你不知 其實Royal School Hazel Mare 都已經有150年歷史了 Royal School Hazel Mare 前身 都是一間旅校 而她的辦學目的 就是為了當年的軍人 或者海軍的家屬 來提供教育的設施 給她們 給多一點點提示 如果大家參觀學校的時候 可以留意什麼 現在如果一間學校 有提到一些特別的設施 例如 Gym Room 和 Common Room 都是其中一個 大家留意的對象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究竟她們的運動設施 是怎樣 大家看到這個三角形 是證明這間學校 是黃身開辦的 我們現在是Royal School的Mega Studio 它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它是有準備好 學生去製造一個Stadio 剛剛看到的是提示器 還有一個是綠幕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有一個男人在我們面前 帶著我們去看學校呢? 其實她是副校長 她媽媽是以前這間校長 現在她也留在這裡繼續教書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如果有興趣的 歡迎聯絡我們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